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洋葱好吃的新做法 首先我们把清洗干净的洋葱先给它切成细丝 切好后先把它放到大碗里面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打入三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80克 接着我们先加入一把提前切好的胡萝卜丝 一把葱花 都加好后我们先加入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一勺胡椒粉 接着我们先拎入适量的生抽 最后我们再拎入适量的蚝油 都加好后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50克的普通面粉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一直搅拌成像这种稍微有些粘稠的菜糊就可以了 菜糊调好后我们把电饼铛先预了刷油 然后再把我们调好的菜糊倒入到电饼铛里面 接着我们用铲子先给它摊平整一些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全程用中小火慢烙 最后一直烙至两面金黄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蔬菜早餐饼吃起来非常的营养美味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快速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